为什么养柴犬的人很少呢 柴犬呢是相对来讲养的人偏少 那我觉得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说 一方面的话柴犬的这个受众群体呢相对比较少 另外一个他就是大家对他的喜欢承诺呢 可能没有其他的品种那么高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相对买到比较正宗 或者是纯重的这个柴犬的机会也比较少 再一个他可能给人的外观感觉呢就是像那种土狗一样 所以大家会觉得他没有什么特点 或者是没有什么这个我们说的价值 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像胃藏啊或者是消化吸收来讲的话 可能要脆弱一些 我觉得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说 养柴犬的人呢相对会少一点 所以我们就来说是咱们就带醒了 而且我们的编曲